美國國務院上星期發表有關中國南中國海主權要求的一份報告說 中國並未以符合國際海洋法的方式 明確他們的斷續線地圖有關的海洋主張 美國國務院份人沙奇表示 這些報告是非常技術性 無關政治 作為一項長期的政策 美國對南中國海的地貌特徵的主權 不採取立場 這項政策是沒有改變 美方也不評論菲律賓和中國仲裁案的特定法律依據 很顯然 這應該是一個更加官方的仲裁系統當中 有法律權威部門來評遂 但美國仍然會做報告 美國已經做了幾十年 有關海事問題的報告已經做了上百分